第32集第13集大结局 变完之后我意犹未尽 变变变 变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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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生命令的作者 SWAP 恐龙派 五指出了飞魄 圆满出齐五个Leader Class 非常之开心 能够拥有这么大 精彩的恐龙派 一次过都存在 开心 你已经把留言说出来很精彩 是 精彩的 你看看它有背景版 模拟里面的情节 这个是直立棋的极龙 的样子来的 是非常之傲直的 好像战机多一点 是的 不要用这一个形态 它连变形都是很还原 当年两手夹起反转 就当是 它有少少的改良 但你有些old school feel 才可以 就是喜欢这样东西 是的 它可以飞的 飞的时候呢 向上 是的 像战机那样 它很细心 有少少的可动 有少少可动 有少少可动 它的嘴是可动的 对 它可以慢开的 重点就是 刚才的 display 我觉得 如果玩变形金刚 多了这个 这么简单 但又将换美性提高的小点子 这件事我真的很喜欢 好了 看完了 我觉得今次的重点就是 它身上所有的机械细节 是非常之靓的 是 正的 颜色也补回当年的 颜色 脚仔 这些就 有事 脚子有可动的 有可动的 而翼呢 它也可以摺 所以 玩上来 都有一些乐趣的 虽然它好像很昂直 很昂直 大嘴 你这个比喻真是正 好 好 就发败脆脆 没错 21个step 那就变形了 那就比较 首先做的事就是 反着脚来 反着脚来 就是一只脚 按着脚的变形 然后反着脚板下来 将脚板 贴地拉开 那就形成了脚的部分 非常之间变形 其实基本上 头身手脚都看到了 它不止这么简单 你看到它 以前就是这样 但今时今日 它就有少少改良 就是多了一个 胸口的关节 这么多你的震动 先抹开 暴力出奇迹 拍一眼 也很暴力 这么确实 如果小朋友玩的话 就可以叫爸爸帮忙 这个step 有点确实 听到啪一声 很确实 可以了 它抹开是否有些巧妙 是 它是一个Z型的 一个就是蝴蝶关节 又流开 可以由一个小的胸口抹开 可以收回它的脚头 是 接着 接着 直接放进去 是 所以才有一个 即是拉出色的蝴蝶关节 脖子可能要拉回后 再把人的头 撥起 就可以放回这个 雀头 是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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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蝴蝶有少少巧妙 今次有这个摺法 摺就是 这个比较新穎 之前好像不是这样摺 我记错 是这样反过的 是的 这个摺法也挺有趣 这个摺法 看上去的 没有那么压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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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剩下一只手了 都是耳熟能长的 反拳头 反出来 手在那个位置反出来 是哪一个设计 哪个用先的呢 之后就个个都用 每个都是这样用 是 是 哪一个用先 以前没有的 有机会都是变成金刚 以前是 拔个拳头 拔走就算 是的 这些是相对比较简单 什么时候开始用了这个 转进去 有两把工具 是的 那就是一个 哇 一个很税气的姿势 很税气 有些税气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当年的感觉 是的 这个就是还原 反而是 但是它的可动是非常出色的 腰转都有 你看到有腰转都有 你没得猜到 它连腰转都有 这个手 手的关节 水平转 完全都有 鼻触了 脚的关节 摺了 由水平转 抹开都还可以 跳芭蕾舞都可以 也都可以做回我平时喜欢做的 起飞脚姿势 先 等一下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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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不行了 对了 武器方面 它除了这两个飞弹 这两个飞弹 可以拆下来 改变成一个手枪的物体 可以这样做手枪 是个人 也都可以 可拆下来 这个标志性的 双刀火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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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叱刀火雞 左右手叱itung ... 双刀火雞 有煞无被 有长有短 雾 两把工具的造型正好 窄呀 德國的手執江刀99 好像是戲曲裏的一句歌詞 可不可以唱嗎 手執江刀九十九虎 殺盡奸臣方罷休 狗襯 可以放到很多 睡戲姆士 令牌 有些了道 想增加它的威風 你攤上自己的感覺 會更有型 你可以攤上自己的感覺 變成金剛是自由的 變成很有型 是不是很爽快 變成金剛就有這個好處 二十一個步 簡單 方便 好玩 玩到最有型的 還原G1的飛砲 加錢中 好 只要在這個 國大玩具百貨公司 全國最受歡迎 玩具店 很多都有 有的 對 在這個背景上 都有隊 真是沒有記錯的話 恐龍派出來了 出來了 那就 改式 停 已經預料了 好 今集就玩了那麼多 待會見 拜拜 Toyce TV Toyce TV をご覧の皆さん こんにちは しだねねです The仮面ライダー展の 海外初展示となる 香港での開催 スペシャルアンバサダーに 就任できて とっても嬉しく思います 参加できたこと とても光栄です インキュベースアリーナにて 開催中ですので 是非足を運んでください 待ってます